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生曾经暗示过阿牧几次 可是他都不以为然地回复 你已经是我男朋友了吗 自己人为什么还要在意那些表面功夫 你爱我 不就应该接受最真实的我吗 最后让男生彻底崩溃 是在恋爱一个月纪念日那天 男生去他家本来是想接他出去吃晚饭 结果他顶着三天没洗的油头 脸上挂着熬到两点的黑眼圈来开门 男生一进来 房间扑面而来一股很浓重的梅味 瞬间就打消了他的热情 转身回去就坚定地提了分手 最好的爱情 是把男朋友当外人 不要觉得既然已经在一起了 就不需要经营了 不需要付出了 就停止了提升自己 不要觉得确定了关系 就是尘埃落定 就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恋爱只是开始 不是结束 情侣之间也需要持续发光 持续吸引对方 好的爱情 总是势均力敌的 生活是一场马不停蹄的前行 提升自我是一生必修的功课 不因别人而开始 更不因别人而结束 22017年10月的最后一天 宋仲基宋慧桥大婚 他们的爱情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 那我只能想到 怦然心中里的一句话 四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友 他们宣布在一起的时候 网友纷纷惊呼 太般配 以前的宋慧桥没有安全感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完善自己 单身的时间反而沉淀了他的美 直到遇到宋仲基 才有勇气说出那句 长时间的等待 终于遇到对的人 是君力敌的爱情 总是让人心动 你很好 我也不差 没有你的时候 我也一样精彩 只是有了你 我们会更好 前段时间追了一部美剧了不起的 麦瑟尔夫人 这部剧简直就是美版 我的前半生 讲述了20世纪 50年代 美国一个家庭主妇离婚后 从微理不振到自我意识觉醒 奋斗成为一名罕见的女脱口秀演员的故事 但其 实这部剧最吸引我的不全 是麦夫人不被困难打倒 勇于追求自我的精神 而是不管生活虐她千百遍 她总能用最积极的态度 最精致的打扮 笑对狗血剧情 剧中的麦夫人精致到什么程度呢 就连老公在婚后都从未见过她素颜的样子 她每天都等老公睡了才卸妆 在老公醒之前化好妆 顺便卷好头发 再回到床上 她每天都会晾三围 大 小腿围 坚持了十年 最可怕的是 她的身材和五年前刚结婚十分毫不差 而我们 可能过完一个周末 上星期买的新裙子的拉链就拉不上了 她的睡衣跟公主裙一样 粉蓝 粉红 鹅黄 很鲜 她还说我离口红 不会超过三步的距离 只有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永不停止提升自我的步伐 才能遇见一个更好的未来 当你每天都好好生活 努力赚钱 你就会发现 人生意义发光的时候 哪还有时间去抱怨 去矫情 去患得患失 去留恋就恋情 三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 有伟大成就的人 向来善于自我管理 使均力低 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自我管理也是永不停止的功课 列一份细致的计划 做一份反思总结 读一些好书 维持平稳的情绪 做效率评估 去几次健身房 这些小小的自我管理 却会大大提升你的自信心 增强时间利用率和学习工作效率 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如果你还没有遇到那个人 那就努力变得更优秀 他来到你身边的时候 有足够的底气和他并肩 如果你已经遇到那个人 也不要停下提升自己的步伐 记得保持动态的 势均力低